欢迎您收看消费简报 人口增长掩盖了加拿大消费者的健康状况 加拿大环球邮报 尽管加拿大的利率上升 但加拿大消费者在消费习惯上表现出了坚韵性 这导致加拿大央行恢复加息 然而 对加拿大零售销售数据的仔细分析显示 消费者支出可能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强劲 根据通胀和人口增长进行调整 平均每个人在5月份购买零售商品的支出 与两年前的夏天相当 表明消费趋势平稳 多伦多道明银行的经济学家指出 今年年初消费者支出的增长是误导性的 因为谨慎的消费行为被大量消费者的存在所掩盖 经过通胀调整后 每个人的实际支出在6月份较去年同期下降了1.4% 在多伦多、蒙特利尔河、沃泰华等城市下降更为严重 尽管如此 总消费仍然是一个关键指标 特别是与通胀相关的指标 迪拜和利亚德都在房地产繁荣中蓬勃发展 经济学人 迪拜和利亚德的房地产市场正在蓬勃发展 房价大幅上涨 豪华住宅销售量飙升 迪拜在2022年记录了近12万2700笔房地产销售 较去年增长了45% 而利亚德在2023年第一季度别墅价格上涨了12% 公寓价格上涨了22% 然而 经济人预测由于利率上升和价格与工资增长之间的差距 两个城市的房价明年将会下跌 迪拜的豪华房地产市场对整体经济的影响也可能有限 因为许多购买者并不全职居住在这个城市 2022年女性的财务福祉 美国进步中心 根据美国进步中心的分析 与男性相比 美国女性面临着显著的财务差距 这项分析通过对美联储家庭经济与决策调查 SHED的数据进行研究 发现女性相比男性 更难按时全额支付所有账单 更少有紧急储蓄 并且更容易积累信用卡债务 这些差距归因于性别工资差距 职业分工和歧视等因素 有色人种女性 尤其是非人女性 在财务福祉和财富积累方面面临更大的挑战 该分析呼吁美联储提供按性别细分的数据分析 以更好的了解和解决这些差距 英格兰的磁尸队不值得放假 英国每日电讯 本文作者解释说 他们没有看过一分钟的女子足球世界杯比赛 也没有兴趣在电视上观看体育比赛 他们认为女子世界杯没有男子世界杯那样的历史和重要性 因此如果英格兰赢得比赛就不值得放假 他们还提到额外的放假日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英镑走高 交易员考虑更高的利率预期 路透社 英镑对美元小幅上涨 因交易员考虑到近期通胀和工资数据后 对英国央行加息的预期更高 英镑对欧元也处于一个月来最强劲的水平 在工资增长创历史新高和通胀数据高于预期之后 利率预期有所上升 交易员预计 在英国央行9月21日的下一次会议上 加息25个基点的可能性为88% 本周到目前为止 英镑对美元上涨了0.4% 对欧元上涨了1% 印度有比禁止大米出口更好的选择 日经亚洲 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大米出口国 最近禁止出口非巴斯马蒂百米 以控制国内价格上涨 此举是在禁止破碎米出口 和对各个等级的大米 征收20%的出口税之后采取的 这一禁令 预计将对亚洲和非洲国家的进口 产生严重影响 并可能导致全球大米价格上涨 印度频繁的政策变动 也可能影响印度出口商的信誉 并使买家不愿意依赖他们 新加坡逮捕时人 在洗钱行动中查封了价值7.37亿美元的资产 半岛电视台 新加坡警方逮捕了10名个人 并在对一起涉嫌洗钱团伙的调查中 查封了价值10亿新加坡员和7.37亿美元的资产 警方在整个城市国家范围内进行了突袭行动 针对一群涉嫌洗钱来自诈骗和在线赌博的收益的人 查封的资产包括房产 豪车 现金 珠宝 电子设备和包含虚拟资产信息的文件 被逮捕的人来自中国 土耳其 柬埔寨 塞浦路斯 和瓦努阿图 新加坡对洗钱有严格的法律规定 犯罪者可能面临最高10年的监禁 这些是高阶上最便宜的校服 根据Witch 英国独立报 消费者组织Witch 发现 Sainsbury's是购买校服最便宜的地方 而Next是最昂贵的 该研究分析了八家超市和服装零售商的一些 9岁儿童地备校服项目的成本 结果发现 Sainsbury's的总成本最低 为47英镑 而Next的总成本最高 为102英镑 该分析仅关注物品的价格 为考虑质量 舒适度 或耐用性 澳大利亚运动品牌 Rebel Sport 对澳大利亚女子足球队的大胆投注 取得了成功 悉尼先驱晨报 澳大利亚零售商 Super Retail Group的 与澳大利亚女子足球队 Mathildas相关的商品需求激增 该公司旗下拥有运动装零售商 Rebel 迄今已售出6万件球衣 并表示女子体育参与度的增加 可能会导致足球装备销售翻倍 Super Retail Group首席执行官安东尼 赫阿蒂表示 备货Mathildas商品的决定 得到了证实 并表示 女子参与有组织体育的增加 将对业务产生长期利益 超过150万台 除湿基因火灾和烧伤危险 而被召回 CNN 中国家电制造商格力正在召回156万台加湿器 原因是存在火灾和烧伤的危险 此次召回包括42个型号的除湿器 其制造日期从2011年1月到2014年2月 有不同的品牌名称 已经有23台除湿器发生火灾 还有688起过热事件和16.8万美元的财产损失 消费者被建议立即拔掉除湿器的插头 并联系格力进行退款 未经议立即拔掉出湿器的影响 未经议立即拔掉 好 持续 宝费 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